好第二题单选题 问的是生产者的叙述和得正确 为什么答案是C 因为我们叫生产者的定义 利用环境中的能量 使得无机物转变成有机物 那C完全合理 对不对 把无机被有机 就是生产者的功能 所以才叫自营者 自己营造出自己的有机物 所以C是合理的 那猪有错吗 其实猪没错 我把光能等能量 转变成有机化物中的化学能 那这边为什么多强调个等 因为这个环境中的能量 除了光能之外 也可能是环境中化学反应的化学能 所以他就用等这个字 不是很OK吗 对不对 所以你们会说猪不是也对吗 那为什么此题答案还是C呢 大家因为猪 它写的是光能等 它没有写清楚还有什么 所以比较含糊 可是C写得完全 无机物变成有机物 讲错 无机物转的有机物啊 所以按照我们写 写单选题的准则 选择最佳答案 C非常明确 无机物转变成有机物 很明确啊 可是猪呢 比较含糊 他用的是光能等 但是 其实猪也没错啊 他只是没有那么好而已啊 所以在段考前大放送 此题C猪都给分 好吗 此题C猪都给分 但是按照单选题的准则 要记得哦 如果猪出现在段考题里面 单选题不是选正确的答案 是选最佳答案 C还是比较好一点 因为比较完整 不过猪也没有错啦 光能等还包含化学能 把这些能量转变成 有机化合物中的化学能 例如葡萄糖中的 贱能化学能 以上是单选题第二题 C猪都给分 有氧呼吸是有机变无机啊 没有没有无机变有机啊 好这个是有机的 其他全是无机啊 他没有无机变有机啊 他是有机变无机 反过来了 所以我们消费者不可以当生产者 你不会自己产生有机物 你没有办法把无机物转成有机物 你只能把有机物转成无机物 好是这样 所以这我们为什么称为消费者的原因之一 好请问这样单选第二题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